第497章 小儿是非 说笑间一行人到了镇家 立即受到大人小玩们的热情宽怠 一时间大院里热闹哄天 郑长和和张大栓大人说笑 杨氏跟和氏直守寒暄 小玩们最是兴奋 叫让的声音都能掀翻屋顶 以至于菊花跟刘云兰打了声招呼 她根本就没听清 还张嘴问道 你说啥 菊花瞅着板里他们哭笑不得 真不晓得这些玩才一晚上没见 咋攒了那么些话嘞 这可是俗语说的 远是清近是温的 两家隔得远了距离产生美 再来往不像原先那般随意 而是客气许多 见菊花受不了的样子 怀子叫过葫芦和板里 对俩萝卜头说道 你俩不是老大吗 把这群小的管好了 乱哄哄得个急事一样 你们娘大脑都要被你们吵坏了嘞 葫芦听了跟板里对视一眼 转身一把揪住 赠飞奔大叫的黄豆 板里自喝住红娇 然后也不知跟青山等人 说了几句啥话 于是七八个脑袋凑一块商量事去了 连山羽乐呵呵的挤在小丛身边 就这么的院子里陡然安静了下来 郑长河还没觉得依旧高声笑道 哈哈我跟你说 咱活了那么大 也没见过那么多木耳 声音响亮而突兀 惹得杨士瞪他一眼道 你让啥 村里家家都中了木耳 有啥好稀奇的 你家收得多 那是你又能耐吗 还不是菊花的山多树多 要不然哪来地方让你折腾 郑长河莫名其妙的挨了媳妇一顿话 摸摸脑袋 诧异的瞧着那群鬼鬼祟祟的小玩 嘀咕道 咋不吵了嘞 刚刚说话要是不大声点都听不见嘞 张大山的人都笑了起来 于是长辈们进屋说话 怀子跟青木去了后院 谈些种植木耳的心得体会 刘云朗和菊花则去厨房查看 安排午饭 不过如今是不用他们亲自动手了 郑家也添了好些下人 厨房还是麻省负责 只是多了一个媳妇帮他打下手 郑家院子如今扩大了一倍多 原来张家搬上山后 菊花觉得原来的院子空着可惜 又舍不得里面已经长成的果树 于是跟工夫商俩不如卖给郑家 不然郑家也要搬家 房子不够住了 张大山两口子同意了 于是郑家买了张家的院子后 将两家院墙打通 在郑家西运墙那里开着到月亮门 两家中间的竹园改为一个小院子 穿过院子就进入张家了 至于张家原来的院门则封了起来 郑家如今家业大了 人多了 事情自然也繁杂起来 亏得有刘云兰帮着 要不然青木一个人还真顾不过来 当然郑长河和杨氏也帮忙管这些人事 亏得我先前跟你学了不少东西 连算盘也学会一点 要不然呀还真对付不了 就这样我那个账记得也乱七八糟的 却我自己认得 刘云兰领着菊花去了小院子白色 一边不好意思的对菊花说自己管张的事 她虽然能干 奈何写字还是差了许多 菊花安慰道 如今家里倡也不难 就是记个收支 你自己能看懂就成了 每个月底跟哥哥汇总一回 还有啥不清楚的 等往后事多 葫芦也能帮你了 刘云兰欣喜的说道 葫芦可能干了 如今都能帮我来 隔几天就帮我对账 又帮我把错字改了 她算盘也打得好 菊花微笑 葫芦是正家长孙 简直是青木的翻版 又稳重又懂事 说实话 人都是有些偏心的 几个侄子她都喜欢 但是最喜欢的却是葫芦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葫芦小时候 跟她比较多的缘故 掰了半篮子清损后 姑嫂俩进去陪婆婆说话 刚坐下就听见院子里传来 嘲嚷哭闹声 娃儿们吵架了 大人们急忙赶出去 却吓了一跳 黄豆和青山都哭了 青山额头上碰破了老大一块皮 血顺着眉心流了下来 正伤心的用手背抹着眼泪 小葱在一旁帮她擦头上的血 黄豆则惊天动地的哭着 夹杂不清地说小叔抢她的小券 把她的小券压死了 葫芦和板栗的人待在一旁 见大人们出来有些不知所措 显然没料到闹出大事了 顿时长辈们生气了 有的哄儿子 有的骂孙子 有的问外孙女 喝骂声安慰声 询问声 夹乱地响起 杨世间青山额头上出血了 忙让妞妞进屋去拿药来 一边掏出帕子帮她抹眼泪 一边恨声骂道 你是长辈 又比他们大 干啥要抢她的小券儿 菊花等人 已经看见地上有只死麻雀 翅膀还没长齐 真够倒霉的 遭受无望之灾 刘云兰见黄豆并未跌伤 却哭得好委屈的样子 她是小的 这个三儿子脾性的 这是装可怜嘞 巨花常说 会哭的玩儿有奶吃 说的就是她家老三 她气得骂道 不就是一只雀儿吗 还好意思哭 瞧小树头都跌不皮了 黄豆大哭大叫道 小树坏 强雀 青木和怀子也纹身 从后院出来 就听郑长河心疼的问青山道 你大些 该让这黄豆 这头咋跌破了嘞 横娇最羡慕的黄豆滑头 上前对郑长河道 外公 是黄豆把小舅舅撞倒的 我亲眼瞧见的 青山本就委屈 这下更伤心了 扯着郑长河的袖子 断断续续的哭道 爹 我没 没抢她的 没抢她的圈 就是 就是想跟她要来瞧瞧 她不把 很时间推我 呼噜跟班里也帮她 都压在我身上 我就 我就跌倒了 压死了 圈儿 郑长河顿时黑了脸 对着葫芦和班里 呵斥的 你们两个这么大了 他俩吵起来 你们不该拉架吗 咋跟着起哄嘞 看把小舅的头都跌破了 就算黄豆小一些 也不该帮着她欺负小舅嘞 葫芦张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便一言不发地站着 只是偷偷地缩了缩左胳膊 将手背到身后 左胳膊走那儿 袖子已经磨破了 渗出了一大片血迹来 班里先吓呆了 这会儿回过神来 听了郑长河的话 急满辩解道 外公 我跟葫芦没欺负小舅 我俩是上去拉架的 这时候 俩娃的哭声小了些 小葱和黄瓜也得了机会 纷纷说 哥哥没欺负小舅 青山不满地说道 是黄豆推我的 不晓得哪个还判了我一腿 他们和我欺负我 郑长河听了更不高兴了 又不好怪黄豆 他才四岁了 于是板里问板里道 你说拉架 那你俩咋压到青山身上去了 还害得碰破了头 这要是跌坏了脑子 那可咋办 你赵三叔赵峰小时候 头就碰坏了一回 请大夫帮他治了好久了 板里一向伶牙俐齿 这会儿却无话可说 他本想说他们不小心跌倒 所以压上去了 但看看外公那张黑脸 小小年纪的他 不知为何会觉得 就算他说了也白说 外公也不会相信的 只怕还要骂他小滑头 往常他老这么骂他 不过那时都带着笑 还有些夸奖的意思 于是跟葫芦一样 闭紧了嘴巴 句话听了爹的话不禁皱眉 爹真是糊涂了 板里和葫芦肯定不是故意的 可是眼下他也不好辩解 要不然爹还以为他护着儿子来 怕是要伤心 看看刘云兰果然也变了脸 见黄豆又不识相的提高声音大哭 企图引起大家的注意 便咬牙低声喝道 都是你个淘气鬼 再哭 再哭的话 一会儿娘罚你跪着 不能吃饭心不见 说完 恶狠狠的捏紧了黄豆的胳膊 黄豆小胳膊被捏得深疼 也吓坏了 他从未见过娘亲 这么凶巴巴的对他 正是万般委屈也不敢再哭了 可是一时半会儿的 他又停歇不下来 于是就不停的吞声抽眼 愿假写得可怜 青木和怀子间跌生气 忙对葫芦和板丽道 还不快跟小叔赔个小琴 又对青山道 葫芦和板丽 往常咋对你的 咋能合乎欺负你嘞 劝他不要生气 男娃子不辛苦的 黄豆不听话了 你做小叔的也能管教他 打他屁股就是了 菊花也上前哄青山 又招呼板丽过去盗窃 何事跟张大栓 也一叠声的 让板丽小葱 给小舅舅赔个礼 菊花心里叹气 咋又把小葱扯进来了 板丽和葫芦 闷闷的走到近前 却不晓得如何开口 愣愣的站在那 小葱 黄瓜和红椒 也不知如何是好 老实说 他们也不晓得是咋回事 板丽和葫芦的确压倒了青山 于是不敢再开口 紫茄跑到青山跟前 从兜里掏出小手绢 带着小葱扔给他 养头对他道 小叔不哭了 紫茄跟姑姑带你去瞧大夫 想了想又道 紫茄把小兔子送给小叔完 兔子比圈大好多了 青山见两岁的小侄女哄他 不好意思再哭 也没接紫茄的手帕子 杨氏一边夸紫茄董事 一边蹭怪着正常河道 叔侄一块玩闹 一会儿好一会儿气的 说啥欺负不欺负的话 正常河道 不是这么说 黄豆不给青山又没飞样的气 要不是黄豆推倒了他 他也不能压死气了 黄豆也不得哭了 葫芦跟板丽就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 帮黄豆出气了 菊花剑越说越伤感情 秦木和怀子以及自己公婆 都不好说话了 就算开口的话 也肯定为表大度 去责怪葫芦和板丽 那样可不好